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TVB 很讨厌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了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声梦传奇2》第十四集 大家可能已在其他平台讨论完了 迟到好过没到,到非天爷爷了 这一集暂时可能是最好看的一集 先看看比赛一开始时 已经认定可以撒入决赛的Six 今次选唱的,就算不是KPOP迷 都听过的Wonder Girl名作Nobody 一首很性感,又有女人味的作品 一班十多岁的小妹妹可否应付得来呢? 非天爷爷只能用可以和不错来形容的 女人味不足 这些当然,十多岁何来女人味呢? 但今次我留意到其中一个队员的进步 而且有不错的表现 更加成功令我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 非天爷爷说的是妙云熙 虽然早期有些粉丝不太接受到 非天爷爷对Six的评语 但假如现阶段我说Six Gigi Chantelle Yumi Windy 石仔 等等等等 星梦成员是完美的话 简直是靠害 因为大家还有进步的空间 过度保护偶像 情况就像男团一样了 只要你说一句不是 粉丝千军万马 过来否定你的存在 你说是帮了偶像还是害了偶像呢? 妙云熙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底子相当好 但那种好是小朋友的好 动作大、反应快、能放还未能收 但今次Nobody有抢眼的表现 无论是动作、表情、眼神 都开始能放能收 越来越有型格 这次对Six是一个大考验 虽然《星梦传奇2》 今集主题是《我超越我》 但有时会不会太过越位挑战呢? 反而未能将学员本身 可以发挥得更好一些 纵观《星梦2》里Six唱过的歌 都比《星梦1》有过的跳唱成熟 反而《星梦1》的跳舞街、 《心急人上》、《Trotter》等等 更加设合他们的年龄 赵仲仪的精神分裂 有惊喜 由最初木头人对自己没有信心 一步一步释放 开始相信自己的声音 这是很难冲破 但必须要冲破的关口 赵仲仪未算是100分做到 但已经有至少70分以上了 声音和舞台上的动作 都开始表达到当中的自信 甚至散发到女性的无味 精神分裂有几段可以听到 它最好听的音色 所以飞天爷爷经常强调 唱歌不一定要飙高音 有舒服和合适的音域比一切都重要 虽然出局了 但已经再向前走一步了 赵小婷的《电灯胆》 不知为何 鄧麗欣的原版編曲 令我感觉到有些Cassabranca的味道 原唱也不是什么唱家班 但能够唱出电灯胆那种无能为力 想爱又不敢爱 想你知但又怕见光死的闪肅 赵小婷的演绎 它的版本带少少哭腔 感情相对丰富 演绎有层次 一步一步推进 其实是做得不错的 但略嫌感情多了少少 似是彻底失戀那种痛 少了做电灯胆那种闪闪叔叔 这方面 或者可以向原唱取经 怎样做到 以为没人知道 但其实全世界都知道 那种做电灯胆的矛盾 再唱一次 可能更加全神了 最后一对 简直就是开玩笑 因为两个都是非天逆野五强之选 很可惜 对手是黄乐妍 除非他失手到狂走音 脱拍 唱错歌词 否则要在这局胜出 机会真是好味 不过彭嘉然也交出了一张不错的成绩表 陈奕迅的放狂是天生的 他可以表现得很随意 不会战战兢兢 随着音乐 随时发神经也可以 要演绎压是匹灵 真的一点都不容易 彭嘉然在演出方面加入了戏剧效果 的确是增加了可听和可观性 但还是那句 对手的黄乐妍 虽败有榮 黄乐妍 今次选唱 构渠唱永 完全是晒冷之作 还要对着原唱 泳而唱 假如我是泳 可能我心里不停反问 你想怎样 音域之广 用声的力度轻重 甚至感情也有很强烈的对比 副歌唱永唱永的高音非常顺畅自然 如你平地一样毫无难度 还要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处理 中后段的音乐全部收起了 弃弱游诗的听到他的感情 到一直爆上去又有无穷无尽的爆发力 非天逸读书的时候 很怕见到四个字 迎刃而解 想象到那个画面 好多人害怕 血淋淋 但黄乐妍演绎 构渠唱永 每一粒音 每一节的难度 都能够迎刃而解 当然 处理感情上的难关 又可否迎刃而解 另计 这几句有没有爱情作家的风格 不用打烂阵 今集《声梦传奇2》 Gigi一开始播出的Head Trick MV 粉丝真的很眼力 发现没有赵紫乐 有说录影当日 他不在香港 有不少网民猜测 会不会有什么暗示 Gigi都可以补拍 为何赵紫乐不可以呢? 一来赵紫乐没有独唱 二来补拍 人力物力投资太大了 Gigi有独唱 又是第一届冠军 不可以这样比较 五强全女班诞生 和上一届一样 观众投票 相信可以影响到最终赛果 虽然 我认为黄乐妍奪冠机会不高 但论唱功 他是飞天爷爷心目中第一名 飞天爷爷 真的不在这里猜测冠军是哪一个 留给大家用行动的支持 翻查一下去年叔叔投给哪个学员呢? 啊哈 今年投给哪个好呢? 看看五强IG粉丝人数 可不可以这样推测 以赵紫廷IG粉丝人数最多 但Six有六位成员 又会不会有优势呢? 其他学员都好像差不多 今年的学员人气 似乎比较平均一些 投票环节 可能有得斗的 记住是星期日 不是星期六 提提你今天开始 记得看飞天爷爷YouTube Shot 喂!有S的 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另外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Hello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高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今次的斜光组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下这个铃铛 下一次更新的话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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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